人们常常用日本战国时代的战争规模,来比拟下商周三代时期,以为那种战争规模,只相当于两个乡长帅村民相互泄斗。 三代时封建时期,与日本扎国确实有相似性,但战争规模绝不是闹着玩的。 由于三代时量淹没,我们只能从春秋战国的文献中,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 最重要的线索,无疑就是军制、司马法、管子等文献不同程度地记载了三大封建军制。 可以认为,当时的军队一般分为常备军和召集军,如周六师和鹰八师,其战争规模,可以由常备军数量和最大召集军数量来确定。 一级不同古籍引用司马法残文,以及管子这类可现度较高的史料,都提到了香水、城马之治,多数研究认为是周代的战争组织方式。 它分为两种,一种可能就是常备军,即香碎之治,特点是出兵数量大,接近二雇出一兵,且装备由官方提供。 另一种就是城马之治,即兆集军,特点是出兵数量不大,不多于学户出一兵,且装备由民间自卑,属于一般人需要承担的封建兵役。 西国林子模型天子和诸侯的香碎,可能带有常备军性质,史料可见的最典型的,就是西六师,研发师,正选驻周历小司徒,说到了常备军和赵集军的区别,城马之下,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户,驱出战车一城,甲十三人,不足七十二人,另外,还有马四匹,牛十二头。 香碎之下,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户,驱出战车一城,但是驾驶多达十人,米夫还有二十人。 可见,西周时期的军队,是常备军香碎和赵集军城马共同组成的,香碎,很可能是一种常备军编制的署民,属于重装步兵。 城马之虽然出人较多总数七十五人,但重步兵才三人,其他不足七十二人很可能不是主力。 再看实力,接吻于顶,提到西周后七恶侯与东仪,怀疑联合造反,王室一次性动用西六师,因八师去讨伐,同时,又下令住侯造几个自军队,于顶门组人也参加了战役。 他出兵中千百城,撕二百,图千,按照司马法,一城后面对应着六十四锦五百七十六户燃丁,两种至下相同,他动用一百城,集队近五万七千月百户,但他的重步兵才二百人,可以说应该没有买命出力。 与顶网络配图夏商周的常规战争规模,可以按圣命司马法来估算,它与人口数量有关,且严格按照理法进行。 一般来讲规模不大,像经常说的公车千成,也不过对应五六十万户而已,算不得很大。 直到编导开始掳活出税目,兵一范围才进一步扩大,战国后期接近到了百分之十总人口比例,超出了数十倍。 对,夏商周还有特殊战争,动员范围相当大,熟木叶之战,不仅兴朝而出,且联合十余个外族中侯。 周人,一般的军力总数,达容车四千成,假设四万五千人,互登三千人。 按照司马法,这个车兵比例是合理的,即义成出一辆战车,使得假设,车兵比约一点十分。 另外,这场战役肯定也动有后备的何明夫,按照两种军制合起来估算,一辆战车配备不足七十五,突二十,共九十五人。 四千辆战车,配备约三十八万不足,后勤。 因此所以,木叶之战中,周人总共出动了约四十五万人。 规模可谓相当大了,战果也非常惊人,一周舒适福建说道,免印之诸侯国九十九个,后来又扩大到六百多个,俘虏了英伦轩的十万,人口三十万。 这场战役的绝对主力,周人著名的席流失,后来在幽王时期在围攻牺牲活时,被戎人联合打败,估计全军覆没,当时应该有千层规模了。 此后,周皇王又召集东部诸口讨伐正国,发动了如葛之战,规模估计也不小。 到了春秋后期,晋国,楚国都达到了四千层战车的实力,与木叶之战的周人联军将大了。 古代战车以上就是可考证的夏商周战争规模,最大规模可动有军队四、五万,纵人数四十至五十万,战斗持续时间则只有几个小时。 木叶之战前的大型战役,如下启罚有护士之战,羽罚三秒之战,汤罚杰明条之战,咒网网怀疑之战等,由于资料太少,没法估算。 其实,这些封建时代的战争,实际上,规模都不会很大,也不会太诡章,残酷。 真正残酷的总体战,是从法家改革开始的,进入扎国后,军队都是按照总人口比例估算的。 如百分之十,比起司马法已经到了数十倍不止。 对吧。